我们的苦日子要过去了吗 央行总裁彭怀南昨天指出 国内外机构都乐观预估 台湾明年的经济成长率将会破三 与今年的1.13%相比 复苏力道不小 而财政部也证实了 台股连日收红得利于中东的主权基金进场 但是也强调不需要大作文章 这个U字型 U字型啊 没有像上一次这样 10%的这样成长 明年景气如何 央行总裁彭怀南大手一挥 画出U字型的复苏曲线 经济景气一片看好 就连主权基金也看中台湾的发展潜力 台股大涨全靠中东的主权基金进场 财政部长张胜和低调证实 而明年景气到底有多好 有人乐观评估 至少从三起跳 百分之三点一五是我们十一月二十三号发布的 所以有可能到四这样 那下一次我们一月底会发布 好不好 谢谢 经济景气复苏到什么程度 主技处余待保留 却也笑容满面 年终前释出消息 能否振奋人心 就看投资客和消费者如何因应 未经济未知